女孩感觉喉咙里有衣物在动 拿手电筒一罩 里面的东西让她毛骨悚然 今天悟空又给大家带来电影 《死魂盒》 开场诡异的盒子又响起了音乐 老太太已经被这种现象逼得发疯 拿起斧套准备与她做最后一战 结果是惨败 接着镜头转到了男主杰克这里 他和老婆正式离婚了 妻子找了一个新男友 他便带着两个女儿搬到了郊区居住 一天三人在瞎溜达的时候 看见邻居家正在甩卖物品 女儿们就想买一些玩具碗 小女儿被那个破盒子所吸引 杰克弄了半天也打不开 就让孩子自己去琢磨 结果到了夜晚 小女儿睡不着觉 就研究这个盒子 竟然打开了 一看 傻玩意儿 都是一些死掉的鹅子 只有一个戒指看着还行 小女儿就戴上了 然后抱着盒子睡觉 从此灵异的现象便开始了 小女儿变得神经兮兮 每天对着盒子发呆 表情逐渐扭曲 吃饭的时候 怎么吃也吃不饱 杰克忍不住 让他别吃了 他立马急眼了 把叉子插在了爸爸的手上 家里出现了无数的鹅子 围绕在小女儿的周围 他却毫无知觉 呆呆地坐在床上 过后又不记得发生的事情了 接着 他的身体开始产生变异 喉咙里似乎有异物在动 拿手电筒一照 竟然出现了两只手指 他被吓傻了 却又没和家长说 反而带着盒子去了学校 班阶里比较调皮的男孩 抢去玩了 他立马变得疯狂 直接上去 给了男孩几个耳光 老师拉都拉不住 这种情况 肯定得找家长啊 于是杰克和老婆一起来了 老师认为 小女儿有暴力倾向 可能和父母离婚有关 让他们自行检讨 盒子也被没收了 到了夜晚 老师好截这里面 到底装了些什么 结果还没等他打开 就从楼上掉下去摔死了 小女儿根本不在乎 就想让杰克把盒子拿回来 在父亲的再三盘问之下 他说他交往了新的朋友 是个女人 曾经住在这个盒子里 看来这一切都跟盒子有关系 杰克赶紧把他扔得远远的 夜晚 小女儿疯了一样的跑出家门 吹着脚在大街上跑 很快就找到了 盒子中的鹅子全部复活 进入了他的嘴里 寄生于腹中 开始吞噬纯洁的灵魂 杰克找到他的时候 已经昏倒了 妻子报了警 认为他家暴 不再让他见孩子 他那个郁闷的 偷偷拿走了盒子 准备做研究 小女儿立马变样 两只眼球 可以看向不同的方向 体内有一只手 准备破皮而出 杰克拿着盒子 去找大学教授询问情况 教授一眼就看出了不对劲 这是一个犹太教装 恶灵的盒子 谁打开就要倒大煤啊 又给了他一些视频资料 那一个个鬼哭狼嚎的样子 看得让人不寒而栗 赶紧拿着圣经 去找小女儿 想要给个驱魔 可人家是恶灵啊 一个眼神就把你甩一边去了 他于是找到了 专门驱魔的组织 喊求他们出手相助 一群牛逼轰轰的大师 看到盒子之后 立马逃走了一半 剩下的强装震腿 你赶紧回家祈求上帝 不敢去这个魔 否则连咋死的都不知道 好在有一个不怕死的小教父 跟着他回来了 另一边 小女儿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半夜跑到冰箱里吃生肉 脸部变得扭曲 妈妈和继父准备把他带到医院 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 还没出发 倒霉的继父就口吐鲜血 牙齿掉光 被吓跑了 妈妈和大女儿强撑着 带他来医院照了X光 整个医院迅速停电 核子共振 竟然照出了鬼脸 他的身体里 还住着另一个人 瞬间被吓傻 好在爸爸和教父及时赶到 大家集齐了家中爱的象征物 全家福照片 婚戒 还有血脉相连的头发 作为加持仪式的信物 然后拿本圣经不停的念 恶魔激烈的反抗 一下子打倒了众人 挣扎的逃跑了 杰克赶了过去 终于在太平间追上了 红色的诡异灯光之下 恶魔和女儿的声音交替着传来 在一番打斗之后 杰克选择让恶魔上自己的身 恶魔同意了这个交易 开始吞噬着父亲的身体 教父继续着驱魔 大喊着恶魔的名字 让他现身 一番电闪雷鸣之后 恶魔回到了盒子里 仿佛一切又恢复了正常 爸爸妈妈估计也快要复婚了 恶魔简直是促进家庭和谐的良药 以为就这么结束了吗 并没有 拿着盒子 准备回到教会 妥善处理的教父 意外出了车祸 盒子再一次的流落在了街头 家庭破碎 婚姻不幸福的小伙伴注意了 赶紧去捡 说不定就能一家人和和美美了 您别看这个故事老套 它可是改编自真实的拍卖网站 飘灵河事件 传言 拥有盒子的人都预设了各种怪事 甚至招来邪灵附体 为故事加上了一种真实却有神秘的色彩 恐怖的镜头不是很多 可小演员的演技却很有说服力 从对盒子产生好奇 到被邪灵附体 内心与之抗争 却最终被邪灵征服的变化 都演得入目三分 不得不赞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下期再见